然後消息傳出之後 納唐雅虎一如預期 氣壞了 發表了聲明說什麼呢 美國明顯背離 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貫立場 背離他自己的立場 然後鑒於美國有所變化 所以有個代表團 本來要去訪美 立刻取消 以色列的防長 已經在華府訪問了 他也講了一些話 哈馬斯釋放以色列人之前 以色列不會結束 對哈馬斯的一個戰爭 然後你看到那個科爾比有沒有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 就說 我再講一遍 我們的投票不代表 我們政策的轉變 所以過去是否決權 現在是棄權 但是政策沒有轉變 是這樣子嗎 然後以色列總統 總理取消了這個代表團的訪美 他說我們對此有點困惑 美國感到困惑 然後在這個棄權的同時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 鋼腔有力的發言 告訴大家 安理會的決議有約束力 誰說沒有約束力 而且必須要採取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也是一樣 認為這項決議必須要執行 他不能只是一個決議而已 否則會是不可原諒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委員 為什麼美國要投棄權 你覺得他會是一個被執行出來的決議嗎 不會被執行 不會啊 因為執行接下來就要通過派出違和部隊 第一個 以哈戰爭在第一個月就早就結束了 因為現在是以色列在鎮壓哈馬斯 哈馬斯到處躲啊 躲到那邊來鎮壓 所以這基本上已經不像戰爭 跟那個俄烏戰爭情形已經不一樣了 那現在已經包圍了南部的拉法 準備要攻進去 而且也是攻進一部分 那違和部隊能派得出來嗎 第一個問題 派出來誰要派 第二個問題 那這裡面 這個為什麼拜登轉變立場 我想 不要把政治人都捧得太高 每一個政治人都做決策的時候 你要放在一個 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來做判斷 前幾天蘇默為什麼出來講了 跟過去民主黨的立場不一樣 蘇默是猶太人在民主黨裡面 地位最高的人 是民主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講得讓他有不開心啊 理由很簡單 因為現在 你光從抖音的比例 以前是支持巴勒斯坦70% 支持以色列1% 現在1比70已經到1比90 你如果是拜登的話 你可以怎麼辦 你想競選總統 對不對 你當然要放軟嘛 那塔雅吾小弟 你稍微犧牲一下 犧牲一下我棄權 對不對 你棄權你又要 這個選票的流動 你拜登沒有完全跟 那塔雅吾站在一起嘛 這是選舉是有用的 再加上募款活動也差不多了 美國總統募款活動 現在募不到錢就不用選了 現在已經三月了嘛 大概猶太人交的錢也交的差不多了嘛 所以做這個時候做政策的軟化 要緩和國際的壓力 國內的壓力 這是一個 一個政治操作啊 那你說 這個 中國代表講得非常好 就是有約束力的 要接下來採取行動 那接下來就要通過派為和部隊 會通過嗎 不會 為什麼 美國再打個兩下 以色列打拉法一顆一顆就打完了 他拖時間給以色列有空間嘛 可是對納坦雅吾來講 他的國內生活會被打一個耳光嘛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政治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科比講得很有意思 這不代表我們立場的轉變 對 搞嘛 是啊 所以他就是這種政治操作的一個現象 為了鞏固選票 那有時候今天犧牲一下盟友 有時候明天怎麼樣子啊 等到這個我當連任了以後 再補給你 那你說 美國會不會停止給以色列軍援 不會啦 對 不會嘛 其實政治沒有那麼偽大 我也不覺得 我知道以前有很多那個 哲蘭斯基民現在比較少了 我只要批評哲蘭斯基 每天都在罵我 對啊 好像說我是普丁的人 可是這個事情發生 我第一個就痛罵普丁 普丁失職 今天你不要管誰來攻擊 普丁失職 為什麼你失職呢 今天喔 郭正亮傳了一個資料給我 他看著笑著 我早就講過了嘛 你現在才講 3月7號 美國駐摩斯科大使館宣布恐攻消息 大家要嚼明注意 3月8號中國的參考消息發布新聞 不只是美國 他說參考消息也有啊 那今天是誰轉給郭正亮的 牛坦勤 牛坦勤剛開始亂講一通 那什麼 有沒有穿伊斯蘭的旗幟啊 沒有穿黑色衣服啊 沒有禱告啊 沒有什麼沒有自殺 沒有投降 誰說的 ISIS-K去攻打伊朗也沒有 沒有 ISIS-K跟ISIS不一樣 沒有弄清楚了嗎 ISIS-K甚至於作案的 還找雇佣兵 那第一個問題 判斷錯誤嘛 再來 普丁為什麼責罵他屍子 那麼大的人潮 六七千個人在那個商場 竟然一個警察都沒有 那個 所有的恐怖攻擊分子 無力都不強 你知道兩個武警 那些人都掛了 那如果有十個武警 他就擺平了 不會有那麼大的傷害 就是因為你事先沒有準備嘛 我最喜歡舉個例子說 去年八月我到泉州技術 剛才碰到午夜天在那邊唱歌 大陸警察有過辛苦啊 三步一綱 五步一哨 還違憲啊等等 讓我車子都不太容易走動啊 但是大陸警察這樣是做對的 胡錫進前段時間 還不是發表一個意見嗎 他說大陸這個地鐵安檢 太嚴格了 是不是超乎需求 今天趕快撤稿子 我再講一遍 ISK下一個的目標就是中國大陸 我不是嚇唬你的 今天ISK發布說要攻擊俄羅斯 兩年前 去年ISK有發布要攻擊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說的安檢官 要怎麼樣 要提高警戒 絕對不能鬆懈 不要以為我們做得很好了 對時候的情報消息都要很慎重 為什麼第二個我要指責普丁 就是說他的整個安全系統 安全觀點還是休假 為什麼休假 普丁勝選啊 大家放假 這裡面出了什麼問題 怪普丁自己啊 美國在3月7號發布訊息 普丁說這假新聞 意圖干擾他選舉 普丁政府講了說底下安全觀點 誰敢去 頂多到投票完 就大家都鬆懈了嘛 這不怪你怪誰 不怪你要怪誰嘛 這也不管誰發動了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所有的恐攻 大部分都被阻擋起來 就是因為你事先有去準備 事先有去抵擋 以前大陸昆明火車站恐攻啊 那個什麼廣州火車站恐攻啊 為什麼很快可以解決 傷亡人數降到最低 對 所以委員如果說從事的 就是軍警人員一下就到 結果這一次喔 報案的不是警察去報案 去抓特種部隊來啊 是民眾耶 所以說你普丁有沒有很大慘 真的很大都全部鬆懈了 他還KGB畢業出身了 像這種有消息 你不管真的假的 就要開始徹查 就要開始防備 我舉個簡單例子嘛 如果有人說這部飛機上有炸彈 飛機要不要馬上掉下來查 當然馬上查嘛 怎麼可以說可能假消息 對每個警訊都不能掉以輕心 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如果說從這個委員的判斷來看 你再回過頭去看 剛剛那個普丁的畫面 還有沒講完喔 你就會覺得格外有意義 對啊沒講完喔 就是說難道槍手制的這四個人嗎 那為什麼跑到烏克蘭 烏克蘭是普丁想轉移焦點 用烏克蘭來發現我們可以理解 那是個政客的說法 很簡單 跑到別的國家都會被遣返 只有跑到烏克蘭不會被遣返 這道理還有解釋嗎 而且這些人其中有一個 已經窩藏在烏克蘭兩年了 還娶了烏克蘭女子為妻 然後叫那個妻子開車子來犯案 其中被逮到了兩個司機中的一個 就是烏克蘭人 就是烏克蘭女子 就是那個人的老婆 也就是已經窩藏很久了 所以當ISIS-K說下一個目標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要提高警戒啊 對不對 所以我解釋給他聽喔 恐攻不可怕 最怕官員懈怠 美國有很多恐攻被攔下來的啊 你前段時間不是救人 美國抓到消息啊 91也是美國關聯混蛋 得到消息 覺得這不可能的 我們飛機安全 就沒想到拿刀子就可以搶劫飛機啊 就是疏忽了嘛 類似悲劇層出不成 所以委員提出另外一個視角 有別於現在主流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確實非常的重要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觀眾先生 請問一下 報告 說話 請問一下 是